各位好 今天5月23号 我是散人 吃了吗您呐 先说个挺没劲的事儿啊 就是解放军呢 也就是中共这个军队 党外军 又围着台湾呢 做了一次军演 而且呢 这回呢 又往前推进了一下 这件事儿 首先我先跟大家这么聊一事儿吧 就是我在推上啊 有一位互相关注的朋友 也算没不认识啊 在现实上后不认识 但是呢 他关注很久了 他说呢 像这样的情况 说真的 中国如果用那种民用的武装渔船 直接呢 去围整个把台湾岛围起来 然后直接抢滩登陆 台湾是无法进行对抗的 人民战争嘛 然后后来我就想 哎呀 说怎么说呢 就我这一个军事忙 我也知道 如果要是这么能够抢滩登陆 能够把一个地方占了的话 我们的战争状态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他还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大概是当年解放军 也就是咱党卫军那会儿 过长江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就百万雄狮过大江 就是直接用渔船啊 然后这个反正山板啊 把这一溜玩意儿 然后冲过这个江面 去跟国民党去打去 如果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还处于用这种模式来进行战争的话呢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台湾他他也到不了今天 如果他但凡能用这个这招的话 这招为什么他用不了呢 是因为现代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咱举一例子吧 就是当年在那个沙漠风暴的时候 然后解放军高层就受到了一次小小的现实震撼 就是说战还可以这么打 那在这些年里呢 虽然你不能指望说解放军他能够有这个 有这种多大的进步吧 但是如果他的这种战争形态和战争思维 还能够到这样 还得停留在还不如当年的这个 叫什么 不如当年这个百万雄狮过大江 或者是说那个 说看沙漠风暴行动时候的这种水平 真的 这我只能说啊 这个确实跟他圣上学的有点过了 这不好 这样不好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种状态 你用这种模式去打 你做这种假设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而且怎么说呢 你再武装渔船 你能装啥 你呢进了 你到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 你这个陆军 你其实是一个打扫战场用的 往前这么推进 如果你没有这种装甲的配合呀 以及这个从空 从天空到这个海洋的这个整个这种覆盖呀 你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以这种模式去打他 任何一个武装渔船 你让他装上坦克 吹什么牛逼呢 他那玩意 他那船有坦克沉吗 对吧 直接装上去 你也甭装 你开都开不下来 你也开不下来 你可能能吊装上去 但是你开不下来 这个就哪怕让你到滩头 你不也就是一堆火把子吗 对吧 即使是像当年的这个叫什么 别东克尔克 东克尔克那是另外一回事 诺曼底登陆 对吧 那直接抢滩登陆的 虽然刚开始是步兵 但是后来的这些大量的坦克装甲车 都被运上直接运上滩头 这个才真正能往纵身进去 能打开一条通路 这个才可能嘛 对吧 对不对 我不懂战争 不懂这种军事 我也知道这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中国干嘛还发展那些 所谓的这个叫什么登陆作战 这种登陆艇啊 二战时候 人家就在用登陆艇的时候 你现在用 你现在用一堆渔船过去去打 咱都不说往里布点水雷什么的了 对吧 你这个就让你抢滩登岸 你那个不就是让人给点名用的吗 你就让人拿重机箱点名用的吗 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担心或者怎么样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属于一个 比较偏门一点这个想法了 那不偏门一点想法 就认为呢 说中国的这个 就像那个什么中国的解放军 这个发言人说了 说对台湾形成全方位 无死角的打击能力 中国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以 这我必须承认要可以 就是在台湾没有任何准备 与还手的意愿之下 在解放军的目前的军力 这种能力之下 会对台湾形成一个全方位 无死角的打击能力 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对吧 毕竟建设这么多年了嘛 海空军啊什么都有 这个陆军呢 当然也还不错 然后就直接去冲上去打 问题是可能吗 就是后来我原来一直认为啊 像那个 像全世界防空力量的最强的 最密集的地方是以色列 后来才知道呢 台湾呢 基本上跟这差不多 就是说你像以色列那种 可能还不如台湾的这种 防空力量这么强 对吧 让你让你打 你能够海 你能够空军能够碾压 这个台湾的 台湾的这块的这个防空力量吗 这是第一个很难的事情 包括你的导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别人是不是真的会看着 你去打台湾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非常 美国人已经非常清晰的 哪怕我估计是这回 这回这个选举之后 像这个川普上台 也很难说 就是直接说放弃台湾 这是可能性不大的事情 川普也不是傻子 对不对 那像这个 就是像这个 像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这些地方 不会让你这么动手 美军一直呢 在宣示它的存在 你只要是没有这个能力 说你非常 就我原来说的 你三天之内 你能把台湾给打下来 别人都还没做好准备的 你就亲丁万五次干活了 这个可能性 基本是不存在的 你像即使是像俄国人 打这个乌克兰 美国人也事先就已经发布了 你要什么时候打 但那两个月之前 就已经在说清 非常清晰的告诉乌克兰 说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发生 那像台湾这样 一直警惕着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种 就是你打它的可能性的这种地方 它又不像乌克兰似的 对不对 OK 那基本上来说 那是会提前预警的 你不是说你直接打开导弹 发射警的盖子 你发一波导弹 然后你就可以把台湾占了 你除非你用核武器 否则的话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对吧 你甚至于连瘫痪它都很难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你如果不能够集结一大批的兵力 然后在空军的战士 有制空 先用导弹洗一波 然后再用制空拳压制 然后军队再冲过去 那这些东西是需要集结的 你能够说 你借着演习的工作 你当然可以集结一部分 但是人家也一直在盯着你 你三天之内打不下来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就别说 你的技术力量实际上 和台湾以及它的盟友 我说的是以及它的盟友 我不一定说台湾会牛逼到什么程度 但是它的这些盟友们 你还没有说能够跟人家完全抗衡 哪怕你用这种陆基的这些航空兵 包括你向陆基的这种导弹 你去倾泄这一下也是很难的 而且台湾本身就保持着一种 跟你把你也打烂的这种能力 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知道 就是他现在说 我可能不会跟你去打这种情况的这种战争 但是如果你真这么打的话 你用导弹去洗它 他完全可以把你也给洗了 你的这些经济的这些区域可都是在沿海 对吧 你不是依靠西北内陆 然后你获得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的地位的 对吧 猪三角长三角 人家洗不了你吗 到底是谁会倒霉 这真的不好讲 那就是很多人在想 就是从军力上而言 就是说解放军大概这种发言 那就是说应该给他换成什么呢 叫全方位无死角的不是打击能力 全方位无死角的吹牛逼的能力 这个解放军一直对台湾这一块是非常擅长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他敢不敢打 就好多人就是说有一个想法 说呢 说这个 这是一个理智的想法 说呢 你不敢打 你不敢打台湾 对吧 但是呢 在极权国家的领导人 看来啊 理智其实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呢 他只要去想他就能打 但是你们记住一件事 就是我们一定要从性格上分析 这个人他能干什么 你看啊 就是说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啊 玩圣上呢 有很大 性格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是什么呢 又怂又狠 他的狠是对内的 他的怂是对外的 他的那种玩阴招都是在背后的 他在任何的情况下 就是从他成长的历程开始 他这辈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跟着人去发生正面型的冲突 这就像当时这个谁说 说普京似的 普京觉得大家说 哎呦牛逼啊 什么骑马啊 什么柔道啊 如何如何 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一个特点 他是他妈克格伯出身 他并没有去指挥 真正名刀名枪的 去打仗的这个能力 这是他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 你像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你看日本战国 对吧 日本战国那个相当于他 相当于那忍者 你忍者指挥那些东西 他可以 你要是让他去当面罗对面谷 比如说大阪 大阪这个春之镇什么的 这些夏之镇什么的 忍者你看他有人干这活吗 直接冲上前线指挥 那他那不是他干的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打这种仗 他一直出问题的原因 但是圣上从打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直接性的跟人家进行面对面的冲突 这不是他擅长的东西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个 包括聂贵萍 包括他们这些人的 关于这某些方面的采访 以及回忆录 他就没有过 打架都是往后哨着的 对吧 他直接冲上去 直接跟人打 那就得占了多的上风 他才能干的这活 所以就是说他本身的性格并不能够让他去真正意义上的跟人去当面罗对面骨的去发生直接冲突 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也没有这种愿望 所以说这是从他性格上讲 从他这种政权安全性来讲 实际上来讲 这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的经济到底会是怎么样 因为中国的经济 我一直在强调 我不是一个崩溃的患者 它是一个崩而不溃的一种结构 再到今天为止 这么多年了 就是说他有十年的时间 他一直往下走 就是他可能在 咱圣上他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 还能往上走一块 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的惯性 这些点明显是往下走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是有一个崩而不溃的特性 就是他在很多的状况下 他往下滑了以后 但是他不会像断崖似的 咔机就给你掉下来 这个是一个经济体非常任性的地方 这个不要去想说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给他光机就直接摔在地上摔成摔成板板 甚至于咱圣上的脸皮都当不了刹车 这个肯定不可能 这个肯定不可能 所以就是说他的政权在这方面 它是稳固的 并且尤其是什么呢 它尤其是在于 就是所有的这种宣传的 包括像这种社会控制的 中国的共产党在社会管理方面是无能的 但是他在社会控制方面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整体社会不会出大问题的时候 即使是整体的经济出问题 整个社会也不会有问题 就是说他的政权没有受到威胁 并且可以通过在这种外部的压力的环境下 给他压成一个整体 如果他一旦说打了 开始打了 这个就跟那个什么似的 核武器只有在他的发射架上是有用的 打出去了就没有用了 他就结果都已经注定了 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也老说 这个箭搭在弦上的时候 它是最有威慑力的 那如果射出去了 对吧 就没有威慑力了 所以他一直以来 他会养着这些人 那养着这些敌人 或者是制造这些敌人 比如说制造这些敌人 舆论 日本 美国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OK好 那什么样的是一个虚假的目标 这箭始终指着呢 指日本吗 打不了 这肯定是不可能打的事情 打美国 打不过 而且离得特别远 那他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台湾 他只要始终把这台湾养在那 这就像什么 就像当年 就是有那些将军什么的 作为养寇自重 当然我不是说台湾是寇 但是说他一定要有这个 有这个外部的将要打击 但是不能打击这个目标 来凝聚获取他最大的利益 他只要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 就算完事了 那很多人觉得说 那难道他不想千古一地吗 千古一地 第一 首先第一个轮不着他 对吧 前面老毛着打天下都还没说什么呢 第二个 他要是说想把这个整个中国统一 或者如何如何 这个东西 对于他而言 其实不是利益最大化的 他利益最大化的 不是说能够统一中国 而是说保证自己的这个权位 和共产党的执政的地位 不会动摇 那第一他不能够 你看我刚才说了 他第一个他不能够说去 他不会跟人去起正面型的冲突 这不是他的性格 他怂嘛 对吧 这个他是一个又怂又狠的 又阴的那么一个人 所以呢 他不会起这种冲突 第二 到这个威胁始终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没有这种威胁出现 第三 他要保持保证这种威胁 才能够让他的这个位置更稳 所以呢 很多的人说呀 说是这个 说是这个什么 说哎呀 他会不会真打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坚决认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不会真打 绝对不会真打 甭管是什么借口 哪怕说赖清德总统 这回其实说了两岸互不隶属 对吧 其实当然这也是九二共识 其实所谓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对吧 两岸互不隶属 这是原来九二共识的一个话 他就是每回拿出这个事来 然后做个军演 他做军演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炸着鱼 炸着这个鱼 练练兵炸着鱼 第二是什么呢 这个军演是给谁看的 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给台湾看的 因为他也知道台湾已经做好这种准备 每回都这样 导弹危机 导弹的时候那都有过 多少次了已经 当时沉水扁的时候 然后给中国老百姓看 我说了他全方位无死角的吹牛逼这能力 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 就证明自己 自己有这个能力 第二证明这种威胁存在 你要在我的领导下 我们才能统一祖国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其他没别的 其他没别的 所谓的什么27年 27年之间他要进行统一 这话我撂着 我估计 就我估计我这个频道 怎么也能扛到27年 对吧 就即使我以后犯了懒 不愿这么更新 这频道我也不会注销了 您倒是如果27年之前 真开了枪开始打台湾 您过来再骂我吧 对不对 这个没毛病 那我肯定就老实听着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我估计你没这个机会 大致而言 你是不可弄这机会的 大概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挺没意思的事 因为说过好多次了 这个没有什么新意 就是包括圣上的这个 包括咱圣上的这个炸鱼行动 包括这个两边这个口炮的应对 没什么没什么新意 大概就是如此 那第二个事情跟各位聊一什么呢 第二个事情聊一个 就是昨天前天 就是这个什么主打炫富题材的 就是这个网红们 然后突然就被全平台整个封禁了 其实这件事是一特奇怪的事 您知道吧 就是因为你在中国你去炫富 实际上而言 从哪一开头 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真的 这个从哪一开头又政治不正确 为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从哪 它见证的第一天 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共同富裕 它追求的都他妈是共同贫穷 共同其实共产党特别明白这件事 就是一旦说真的大家都富裕了 那它这个政权其实是没有保证的 你别觉得这帮人傻 都明白呀 对吧 苍脸族之礼呀 对吧 这个东西如果它大家都有钱了 它需要寻求自己政治权利的时候 你的这种地位是不保的 但是呢 共同贫穷这件事吧 不能说 这事不能说 它必须要说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呀 然后之如此类的呀 给你画一大饼啊 再把这饼翻过来掉过去的烙啊 那像这样的这种话 可以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 我们总打前三十年看 一直以来 它其实笨的只有一个 就是呢 共同贫穷 不会让你们有太多的富裕 你即使是你即使是能够生产更多的这种产品 也不会让你分配到个人手里有多少 这个是这是肯定的 那这种状态呢 一直持续到那个老毛 蜡堵死了 实在国民经济扛不下去了 干嘛 改革开放 那解开这个解开束缚嘛 我就说吧 我说 我说为什么我对这个共产党没有什么好 就是说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 不觉得它有多牛逼 是因为共产党干了只有一件事 就是按照市场规律 完善了法治 解开了老百姓身上的几道枷锁 中国就发展成这样了 对吧 OK 但是呢 这个炫富这件事啊 是这些 就是 是大概得有这些 就这些年 就是越野越烈的 但那之前呢 有没有 有过 有过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 原来那个天涯有一个周公子 还有那个叫一夜青 就差不多这两个人互相之间 所谓的世家炫富 那个其实如果你是对中国的这个世家 你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实际上你听就知道是瞎扯嘛 大家就是一句好玩 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太把他当回事 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好玩 真正这些真正开始炫富呢 是社交媒体 开始让大家能够 就是说 更方便的把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这些东西推到 推到大家跟前 并且能够通过这个 能够获取利益了 这个开始真正开始炫富了 对吧 包括短视频的平台 其实到微博的时候 其实都很少 为什么 因为微博它最开始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 它是140个字 它是学的是推特 然后它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在几年之后 大概我记得应该得在1516 或者甚至于到18年的时候 它才开始能够说 你多贴几张照片 开始贴照片 可以有长文 然后可以最后开始有视频 你可以上去 那这个时间已经晚了 短视频平台 迅速的就把这些东西接过来了 那流量也渐渐成为了这种 就是大家都追求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毫无意外的事情 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心眼求的 就做什么 因为比如说像这种炫富的 或者是设这种白富美人设的 对吧 那它最终的目的是干嘛 最终的目的 它是作为一个销售 它可以就所谓的这种带货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带货 就是原来那个 因为而且也是某种情况的 算是某种生活类型的这种带货 那像这样的 它获取这个流量 它以后它就可以 人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一种生活常态 比如说我喜欢山七十二 对吧 OK 有一天我就说 这个神七十二我也可以卖一点 你们大家买买吧 这个你货真价实吗 对不对 那就可以 当然现在不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存着了 就大概可以用这种模式 来把这个东西销售出去 或者是做一些广告 那像这样的这种炫富这种态度 一是因为流量 它流量来要吸引流量的 可是这跟中国整体的 这个就咱们 咱们圣上的制补刚健的 这种制国思维 是有天长之别的 它实际上 它也是跟那个 它一直想效仿的这个蜡烛 是一样的 它并不想让大家都有钱 因为它也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大家真的都有钱了的话 或者是对于这东西 就是不是军 不是那个都贫 大家都贫穷的话 或者是让大家始终生活在一个 就是说招呼保息的这种状态下的话 对它而言政权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在炫富的时候 其实是等于说 就等于说 对于它这种意识形态 是不合适的 作为它的分配方式 它也并不认可 共产主义的这种 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它可以在保留了等级 保留了实际上的这种利益的时候 它要宣传的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有一些人 他是可以用钱或者用权 带来很多的自己生活当中 只是炫耀的东西 这是它从意识形态上就不可以 就不会让你做的事情 但是之前 就是说在经济好的时候 在经济还好的时候 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说 能够让大家 就是 并无所谓 大家可不过经济发展的时候 可以让 掩盖很多这样的这种矛盾 那经济一旦出问题了 就是说我说的 它这种在向下的 这种接下降的过程当中 再有这种炫富的 对吧 那社会矛盾就会体现出来 你 大家都 很多人都已经说 送外卖都没位置了 开网约车 这个人都急爆了 然后很多人 它实际上 实际上每个月 很 应该说大部分的人 在中国 应该 不如果不是绝大部分人的话 收入在5000人民币以下 或者是再多说一点 收入在1万人民币以下 对吧 这个不算什么 对吧 那就是说1万人民币 以下的 应该在中国算绝大多数 对吧 这个没毛病 那你在这块炫富的时候 你会干嘛 你会激化社会矛盾 然后你又跟我的意识形态 所 跟我意识形态所不容 然后他又是说 愿意更愿意让大家均贫 对吧 大家都穷一点好 OK 好 那干嘛不弄你 他肯定弄你 对吧 就像当时 像吃播 甚至于像原来讨论经济 包括像这样的 他的这种他这种在社会 社会这种表现形态 应该叫什么 这种传播的管控上 他会越来越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光是像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炫富的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爱大叔 小爱大叔是一直以 他的一个赛道 是很奇怪的一个赛道 就是豪宅 就到各地去拍这豪宅 有段时间就给他 他也不是要给疯了 就警告过他 说你不能这样拍了 对吧 你这出问题 然后他就收敛了一段 这段时间他又开始了 又开始又出新的节目了 但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像在原来那种 特别昂扬的 特别感觉上那种 特别牛逼的那种东西 已经开始 他往下低调了很多 往这边走了 所以说就大概而言吧 对于这种生活上的 就是这种差异性 以及对于所谓的 他的这种意识形态 包括像他这种 对社会的这种 社会的这种矛盾的加剧 在炫富这个赛道上 他必然会掐死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 以后就不要去玩这个了 你玩这些东西 你还不如 怎么说呢 其实 其实你还可以 可以看看 就是你太 你干太穷的这种 这种也不行 你实际上 你这个炫 就是说那个 哭穷也不行 炫富也不行 然后呢 然后你谈经济也不行 谈时政也不行 所以弄才艺 哪有那么多才艺可言呢 对吧 你那直播一条街 大家也都看了 大概就如此 我估计早早晚晚啊 就是说在所有的这种 就是任何 在中国这种地方 你任何的一个 能够出轨的 或者他认为他不符合 他的这个划定这个圈的 这种表达形式都会出问题 而且你完全不知道 那个下一锤子 会抡到那谁的头上 那我估计说不定 很快 你像那个所谓的 原来那个社会摇 不也是 不也是直接给打了吗 对吧 当然后来有各种各样的变体 又出来了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就给打了 你像这种赛道 真是早早晚晚 就是各领风操几年 如果不及时的 或者是 就是尤其是头部这些人 如果不能及时的收手的话 进去都是正常的事 那罚钱 那就是一个 或者是怎么样 那更正常了 找你交合算账 比如像什么 威亚呀 什么李佳琪呀 包括像那些 各种各样的网红 这是早晚的事 真的 在中国出头露面 是一非常危险的事情 大概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几句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